作为一个在平原地区长大的外地人 来到重庆后 我最不适应的就是出门要爬坡 不论是去地铁站 还是去吃碗重庆小面 我都需要爬坡 爬坡 而正是因为这种地形 才让重庆的建筑物与香港非常相似 都是密集的高楼 都有壮观的建筑群 但是重庆的建筑密度 能让我的导航出现偏差 而且让GPS出现失灵 重庆有特色的轻轨 而因为地形 重庆有船舶运输 有长江所道 有各种各样的桥梁 以及大量的汽车摩托车 当然没有自行车 不过为什么 请你回到前面的旁边段 再看一遍 因为是独自旅行 所以我吃的最多的就是重庆小面 每一天我都会去不同的店里面吃不同的重庆小面 有时会加料 有时不加料 当然其他的重庆美食也是很不错的 而尤其是防空冻火锅 一小碗蒜蓉 配上香油 从飘满花椒的辣锅里捞出美食 吃到嘴里满口香 辣是这里的特色 有些辣你当场能感受到 而有一些辣 你来上厕所的时候才能感受到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不告诉你 而在重庆 我见到的小猫小狗都是不怕人的 他们就大摇大摆的 待在街上或者是巷子里 更有甚者会直接的钻到你的腿下来 要求你给他挠痒 而据我所知 老重庆人的娱乐项目 就是打麻将 打牌 还有跳舞 不论是巷子里 楼道里 还是公园里 老重庆人的身影 就会因为一张张桌子 而聚在一起 在重庆的另一面 其实就是高楼大厦底下的 那些廉价住宅 他们有的采光很差 环境潮湿 但是又与现代化建筑 交相呼应 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重庆 在福林区 除了壮丽的群山与乌江 还有一个曾经的地下河工程 也就是816工程 这个工程 动员了上万名工程兵 他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和炸药 进行人力开凿 虽然里面的设备都已经拆熟了 但还是能从这些建筑结构上面 以及模拟的设备上 看出它曾经的辉煌 我完全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来重庆 一定要带上广角镜头 因为这一次 我来重庆只带了一颗 35毫米1.8的定焦镜头 所以在拍这些景色的时候 只能通过后期裁剪的方式 来获得一个 看起来很广的视野 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两期Vlog都是我 来当旁白的方式进行展示的 我也不想这样 我看起来 一边 去 我 我 谢谢观看